農曆年前台南警方攻堅打擊黑幫 嫌犯對外經營酒莊 一品店做掩護 實際上涉及步伐 還懷疑旗下的成員黑吃黑 將人帶走揚言剁手指 甚至押走了另外一名成員的親子 牆逼出來面對 警方營救被害人 追出了背後步伐 搜證 雙網帶回六個人 特性小組全副武裝 踹門攻堅 三步並兩步往上衝 嫌犯坐在床上 似乎沒想到警方找上門 一臉錯愕 被這麼一吼吓得乖乖配格 警方收網還繞了快半個台灣 到台東逮令民同伙 對方死命狂奔 但跑出遠景被大自行 壓在地上 一共六人被帶 表面上經營酒莊跟一品店 實際上涉及步伐 甚至懷疑成員私吞款項 將人押走揚言剁手指 逼得被害人拿刀刺渡 混亂中逃跑才得以求救 黑吃黑怡雲 還有第二名被害人 妻子慘遭帶走 逼他出來面對 組織犯罪條例 詐欺 毒品 妨礙自由等案 移送台南地檢署 警方接獲兩起妨害自由 營救被害人 鎖定都是同一批人所為 經歷大半年跟肩蒐政 農曆年前一網打盡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环境 議員 Roosevelt 警方 汝